一早就开店营业的台北市大同区 材料仔米苔木是一家经营了60年的三代老店 墙上菜单除了米苔木外 从猪心猪肝猪舌到猪肠猪嘴边肉全都有卖 爱吃猪内脏和各种黑白切的掏客来这里准没错 而店里的招牌米苔木光是看它Q弹白嫩的样子 就知道这米苔木有多好吃 另外用猪骨猪内脏熬成的高汤和特制辣酱 也都是满满的古早味 加上肉鲜味美分量足让人一吃就上瘾 使得材料仔米苔木这个传承一家子的老店 从早到晚几乎都是坐无虚席 来到这家位在桃园市中心小巷弄中 超过一家子的四川味牛肉片老店厨房里 老灶台上的古董锅中煮着热腾腾的面条 葱蒜和八角几样简单香料调制出来的香浓 牛肉面高汤 烹调比例和方式可是这家老店的独门秘方 配上大块新鲜的牛肉 让人迫不及待要大块躲鱼一番 而蹄花面的猪脚口感Q弹有嚼劲 入口不油不腻 美味中更吃下丰富胶原蛋白 而除了牛肉面和蹄花面 店里还有干挑面跟炸酱面可以选择 独一无二的酱料搭配葱花简单又美味 从牛肉面提花面到干拌面老主顾各有所好 也是这家四川味面店永远不变的美味信念 为在台中风源蹲角公园镜像中 这家60年历史的米苔木老店店面分成两摊 右边卖咸的左边卖甜的 咸米苔木里有肉燥、萝卜、虾米、韭菜和油豆腐 加上不油腻的汤头可真的是料多未美 更特别的是店家每天早上以机器和手工自制 现煮现做米苔木 难怪吃起来口感又Q又香甜 夏天吃完咸米苔木也可以再点一碗鲜草米苔木 或再加上红豆绿豆的综合米苔木创冰 吃起来又更加Q弹 一家子的米苔木老店 无论咸甜口味都让人赞不绝口 韬客们来台中记得要来尝尝哦 看完这么多寒而来的传统美食 是不是让您食指大动呢 精彩的节目内容 进行锁定每周四下午4点的爱台湾YouTube频道 记者综合报导